卢浮宫 还有法国帝王拿破仑肖像 都是无价之宝 我身后的是大魏奋拿破仑之命 创作的拿破仑加冕图 为求真实地在现当时的情景 画中的许多人 曾被画家请到画室做模特 画家宗时描绘了 1804年12月 在巴黎圣母院隆重举行的 国王加冕仪式的场景 身穿紫红丝绒与锦绣批分的拿破仑 双手捧着皇冠 像跪在自己面前的皇后 约瑟芬的头上带去 画中人物多达百人 有宫廷权贵 大臣 将军 贵妇 红衣祖教与各国使节 气氛庄严 场面壮观 作品宏伟的构图 彭博的气势 巧妙的构思和写实的作风 对后来的欧洲绘画 产生了重要影响 卢浮宫占地面积非常大 冲过很多不同的大厅后 我终于圆梦了 导游说 门纳丽莎是文艺复兴时代画家 利奥纳托达芬奇 所谓的丽莎乔公多的肖像画 法国政府把它保存在巴黎的卢浮宫 供公众欣赏 第二件国宝就是圣利女神 尼姬是圣利的化身 也是提坦佩拉斯和斯提克斯的女儿 她的罗马名字叫维克托利亚 她的形象是长着一对翅膀 身材健美 像从天 徜徉而下 衣经飘然 她所到之处 圣利也紧跟到来 她还是宙斯和雅典娜的重神 在大厅的另一头 我终于找到第三件国家宝藏 女神维纳斯 她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美神 同时又是执掌身谕与航海的女神 相对应于希腊神话的阿弗罗迪推 维纳斯是美和爱的化身 是欢笑和婚姻的女神 她掌管着人间的爱情 婚姻身谕 拉丁语的新和星期五等词 都来源于此 维纳斯也出现在 诸多历代文学作品和西方油画里 我是财君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远方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这边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这里 我陪你一起旅行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